今年2017年 香港澳門賣以資源的結果 剛剛公布了 而新上坡的一星餐廳 總共有7間 當中最驚喜的 一定是半島酒店入面的 粵菜餐廳加倫樓終於上榜了 我們在加倫樓買了叉燒包和燒賣 再去中環美心酒樓 和平民連鎖店唐記包店 買一樣的食物 再給這三位食家猛知 一於看看這間新上坡的一星餐廳 是不是實至名歸了 這個麵包也不一樣 如果最帥的當然是這個 脖皮脖骨 放一些大葉 是呀 餡料呢 刀漿就挺好的 因為好像指甲不薄 那些叉燒 餡料不是指甲扁 而且這些叉燒是碎得很嚴重 看餡料就是 應該沒有資格拿米汁 山東大沙的代表 是 講味道這個最好 有咀嚼頭 這個食物是爽的 但現在說 改排醬 餡料最好是A B和C都不行 但這個味道最好 C C A C A B C A B 我也是跟阿力哥 C C A B 我選A跟C 然後沒有 結果真的猜不到 唐記的7元刷銷包 竟然是最好味 還贏了加輪流 那不如再試試燒買 先看看吧 這三個賣相一看又知道 其實你會覺得 有哪個是我最佳的官長 一定是這個 賣相肯定是這個 這個用蝦人 如果去買一些腸 就比較好 但我看他的樣子 沒有最好 通常蝦是在燒賣裡面 他就放在麵上 放在麵上 放在麵上 這個就是正如 阿力哥所說的 是用飛魚子去做材料 最貼的東西 對 這個 肉質有點像 去超市買的 魚肉腸的肉質 對 這就是師傅仔做的 表面那些小小粒的杞子 就 幫這個 燒賣 拿回一些分 就是他那種 他那種香氣 是 一個特色來的 這個包都真的不知所謂 又爛了 又整個的皮 就是 脫皮 對 到點心來講 通常都是 曬傷了 大師傅就不做燒賣 一定是被年輕人做的 總括來說 大家怎樣選擇呢 很簡單 A、B、C 一樣 A、B、C A、B、C 你們有沒有猜到 直接猜到A和B是哪家 可能是加倫樓 猜不到第一輪完成的唐記 來到第二輪 就被加倫樓的燒賣 而賣上 用料和味道搶分 都算是合格過關了 在哪輪 我會想說